让Arduino IDE认识BPI-BIT 如果你是使用EDU 2018最新版的作业系统 那我们在这里面已经预设帮你调好有BPI-BIT的选项 它是使用ESP32的晶片 所以有一些套件要装 然后它会自动抓到 驱动程式也就要预设装好 那如果你是从吴道友 你想从吴邦兔上面就装我来安装的话 那请参考我的部落格的文章 这一篇BPI-Arduino IDE设定这篇文章 那这边有一些做法 请照着做就可以 那如果你是Windows下的使用者 请参考这一篇Wiki上面的这篇文章 第一个你要接上板子 还有驱动程式要装 不过这驱动程式大部分现在新的版的作业系统 应该都支援了 它需要一个C6R Port的Driver 那装完之后 如果你没有就来这里下载 C6R CH31的驱动程式安装 安装完你的装置管理员里面 就会看到C6R Port CH31.3的部分 然后这样你就会 电脑就会认识这一块板子 那通常你直接USB插上去 它就认识了 好 那这是商业软体下的 那如果是Linux下的使用者 就参考这篇文章 这边前面这一段也几乎不需要再做就是了 如果你的电脑已经认识Microbit 那如果都没有就请照着做这个 然后把Arduino IDE装起来 那装起来Arduino IDE的版本不会是1.8.7的版本 像我这边的Arduino版本是1.8.7 你说那要怎么办呢 好我做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们的Arduino IDE会在UserShare底下的Arduino Arduino底下 好这个是1.8.7的版本 那你apt-get装出来的不会是 那你就需要把Arduino IDE下载完解压缩 再把它搬到这个位置 搬到这个位置 那如果搬到这个位置完 那你还需要ESP32的驱动 好就请你照这个做 好做完之后 你在板子里面就可以选择 好选择BPI的板子 好就在 Arduino IDE这边 那基本上它是放在硬体Hardway底下的 我们看一下 好这边有一个 ESP ESIF 这个里面 好里面有一个ESP32 里面有很多档案 那这些档案在哪里来的 那你只需要下Git 好 Git 这边 Git Git Chrome 那自动会从网路上下载下来 那GitHub 是蛮重要 现在蛮重要 在Open Source里面 蛮重要的一个工具 好 那自动会帮你装好 装好以后 你的板子里面 就会在开发板里面 除了Arduino的板子以外 你还会多了蛮多的ESP32的一些东西 那其中有一个是BPI Bit的板子可以选择 好 那如果你已经插上去 这边就会有USB可以选 那我们在Arduino IDE上面 它是跑USB0 那烧路的速度 建议你降低一点 460800来烧 会比较稳定 好 这就是让Arduino IDE 认识你的BPI Bit 它们就做了 转到 10年 210年 320 程 119 220 20